首先我們量度智能卡的長度 我們可以用自定工具萬字夾去量度 首先我們放第一個萬字夾 留意我們萬字夾要放在智能卡開始最側邊的位置 也就是這條邊 然後放第二個 我們留意 放萬字夾的時候 我們記住中間是不會有空隙的 第三個 所以這一張智能卡的長度是大約三個萬字夾 好,我們再來量度紙巾盒的長度 首先第一個萬字夾 第二個 好 如此類推,我們將萬字夾放在紙巾盒前面 量度紙巾盒的長度 所以我們得出紙巾盒的長度是 1,2,3,4,5,6,7 好,紙巾盒的長度 約7個萬字夾 留意 紙巾盒的長度最後不夠空間 放多一個萬字夾 所以 紙巾盒的長度只是 約7個萬字夾的長度 由此可見 紙巾盒長 約7個萬字夾 智能卡長約3個萬字夾 所以 紙巾盒 比 智能卡長 4個萬字夾 各位同學 你們知不知道 哪一支筆比哪一支筆長約多少個萬字夾 我們現在跟同組同學一起討論一下